突爆惊雷 资产交易规模超1100亿美元的币圈巨头宣布破产 1月19日 加密货币贷款机构Genesis Global Capital正式向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作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贷款机构之一 2022年Genesis总计发放了1306亿美元的加密贷款 Genesis在向法院提交的文件中表示 其资产和负债规模都在10亿美元至100亿美元之间 有媒体报道称 目前Genesis欠债权人于30亿美元 其申请破产保护后 债权人索赔将通过第11章程序处理 Genesis及其顾问表示 将继续评估各种方案 以推进达成全球解决方案的进程 Genesis破产申请文件中 公布了50个最大无担保债权人名单 经统计 Genesis对这50大债权人的欠款金额 超35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 Genesis Global Capital 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贷款机构之一 其位对冲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 代理数字资产 据Genesis提供的信息 2022年Genesis总计发放了1306亿美元的加密贷款 资产交易规模更是高达1165亿美元 而在Genesis申请破产后 其背后的所有者 数字货币集团DCG的命运 也正牵动人心 Genesis此前警告称 如果无法筹集到现金 可能需要申请破产保护 Genesis母公司数字货币集团 Digital Currency Group DCG已致函股东 公司正在暂停季度股息 以节省现金 DCG是全球最大的加密创投 同时也是挥度 CoinDesk的母公司 据官方资料显示 数字货币集团成立于2015年 先后获得了软银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 Alphabet旗下风险投资部门 Capitalg等投资者的支持 Genesis突然申请破产的原因 C2022年以来 一系列币圈危机事件 其中 全球最大的虚拟货币交易所之一的 FTX爆雷 是压垮Genesis的最后一根稻草 去年11月11日 FTX递交破产申请 全球超百万客户资金被挪用 无法提取账户存额 其创始人 人称巴菲特2.0的90后小伙 萨姆·班克曼·弗里德 成了重使之地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日前指控班克曼·弗里德 挪用了数十亿美元的客户存款 来资助其商业和政治活动 而美国联邦检察官称 他策划了美国历史上 最大的金融欺诈案之一 当时 Genesis以前所未有的市场动荡 和流动性问题为由 紧急停止了客户提款 自那以后 该公司一直在努力寻找新的资金 但未能成功 最终无奈于1月19日向法院申请了破产保护 据兰京财经 去年11月 全球第二大家密货币交易所FTX破产 Genesis爆出几对潮 并已于去年11月16日冻结所有客户的账户 无法满足客户的赎回请求 据公开信息 加密货币交易所Gemini的客户资金中 有9亿美元被困在Genesis当地时间 2022年12月22日 美国纽约 FTX创始人山姆班克曼·弗里德 在缴纳2.5亿美元保释金后 离开纽约联邦法院 并于2022年12月22日 被下令拘留在他父母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家中 知情人士透露 Genesis和母公司DCG 一直在与债权人针对还款和资产处理 进行秘密谈判 但迄今未能达成共识 计划仍可能会发生变化 另外 Genesis正制定一项重组计划 并已与债权人交涉 其中一些债权人建议从DCG 获得现金和股权组合 若Genesis无法筹集到现金 即申请破产 此前1月6日 曾有知情人士透露 Genesis裁减了30%的员工